今天不断地提及物质生活和物质基础 并会为了改善自己的未来生活而不断地努力 在团队中你的领导力加上务实的精神受到大家的尊重 爱情浪漫和谐 月亮位于金牛与明王星和木星形成土象大三角 带来物质金钱的幸运 但同时也会让人更加专注物质与金钱 有危机也有机遇 金星进入双鱼 爱情变得更加浪漫和谐 但可能无法专注在某一美好事物上 爱情可能缺少专一 很容易被人打动 月亮和太阳的六分项则带来刺激和谐的氛围 追求浪漫主义 奉献无私的爱将获得尊重 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